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遗嘱我要与大家分享 这个遗嘱是在2006年那时写的 但是只在他死去的那天才公布给大家来听来看 在遗嘱中这已故的荣誉教皇 他感谢他的家人和朋友 但主要是感谢上帝 感谢他在他漫长的人生和教会生涯中 一直支持着他 荣誉教皇直接向他的祖国 就是德国来发表讲话 他要求这样的说 这个是slide number three 第三章的这个影片 他要求什么呢 我们的土地仍然是一片信仰的土地 我祈祷亲爱的同胞们 不要让你们自己被吸引到信仰之外 当我读到这个主日的经文时候 我深深地感受到 这位教皇对全球的天主教会的信徒 和德国的信徒们 那劝告的分量 我就感觉得到 作为教会的第265位教皇呢 这一位他是半个世纪以来 第一位担任着一个职份的德国人 他的当选是第二世界大战之后 和大屠杀60年后 德国属灵复兴的一个里程碑 他就位的时候 他已经78岁 所以是那个时候 年纪最大的其中一位教皇 他所继承的这个教会呢 正处于危机的里面 性虐待丑闻 是教会内部的这个变化 坏的变化 好像癌症那样 那么就在他就位的时候 就大大的爆发起来 那么他们天主教徒呢 是一个由欧洲管理的机构 在看顾着十亿的信徒 全球的信徒 他所以继继续的 他所继承的教会 正是一个古老狭隘的方式 在那里一直在转变 好像跟不上那个转变 在一直在世界里面挣扎着 他的恳求和呼喊 与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中的 恳求产生了一个共鸣 作为基督 耶稣的门徒 行事为人就要与我们所蒙的呼召相称 呼召与导致你相信的是什么有关的 有什么东西其实吸引你来跟随耶稣 跟你真的是转过来有很大的关系 他急切地希望以弗所的信徒 过着符合他们在神面前得救的那个身份 活出基督来 保罗非常清楚 圣徒在信仰和信任耶稣基督的新生活中 所面临的那种危险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孩子和一个成熟男人之间的区别 孩子跟我们大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就是他们容易受到危险的侵害 十四节那里提到危险的影响 一个年轻小朋友 他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 被一些邪说 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被错误的教育 人的诡诈 狡猾 让他们站不稳 站不住立场 保罗担心某些非常狡猾的人 他们擅长欺骗 用计谋 把这些教会的门徒 教会的弟兄姐妹 带离开 拐骗 离开 初衷 离开教会 这反过来会阻碍这些经历 都会阻碍信徒们的成长 那些我们那些家里有小朋友的 有没有试过 有惊吓 因为你的小朋友跟你说 年轻人跟你说 我在某某时间 我会抵达家里 我要到了 我要到了 可是你迟迟等他 就是没有看到人影 没有回来 会不会焦急呢 我经历过 非常焦虑 等待 等待 看有没有短信 能够传过来 一个电话 一直在等 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 飞快地就思考 可能发生的事情 哦 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啊 哦 会不会给人家绑架 被不怀好意的人 引诱 不懂去了哪 就会想到这些 可能你们比较steady 牧师不steady的 保罗就 就是像这个父亲那样 他非常的着急 希望他努力带回天父家的 这些弟兄姐妹 以及以福所书的信仰的 这些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失踪 他希望他带回来的人 带回家的人 不要再走迷了路 我记得有一个家庭 他们的兄弟姐妹 被劝说 加入这个摩门教的信仰 那么其中两位呢 实际上真的 离开新加坡 然后住进了美国的 摩门教的社区里面 他们家人也飞去 一直在劝说 要把他们带回家 可惜只能带回一个 另外一个死都不要离开 就这样待在那 到现在 失去了一个家人 是多么痛心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被说服 认为说 我们永远不可能被诱惑 又引诱 离开跟随耶稣的 这张照片 其实是从报章拿的 我就不要放他们的脸 这些真的是走私的孩子 在回家的路上 就是没回家 我不要以为牧师讲的是 不懂哪里乱乱说 真的有人不见得每年 我们新加坡很小的 失去了几十个人 不算小事 就是了 安全的新加坡 也有人把这些孩子拐带了 跟随耶稣的人一样的 我们有时候非常确定 我就认得这个教会 在Ankerville街 31号 那么这个崇拜的时间 我也非常的熟悉 我知道在哪里 对我来说 只有我想去的时候 我才去 这很正常的 可是魔鬼撒旦 在我们心中 他常常会置入一些 对耶稣的怀疑 好像他会跟你讲 耶稣说他要来 他要来 你庆祝几个圣诞节了 都没见人影 真的确实吗 他真的要回来吗 还有很多时间 我们将可以在最后一分钟 追赶上 能够与他会合 当我们通过最后一分钟的努力 度过了我们的学生时代 每次last minute的 还是pass 还是毕业了 度过了我们一般生活时 这特别吸引人 我们对自己说 最后一分钟的努力 都可以预备迎接耶稣的 在基督里或在基督里成长 并不需要着急 当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 他把我们所有人带到天堂时 每个人都会在一刹那间 全部从什么阶段都好了 你就会变成成熟的基督徒跟随者 是神的好孩子 全部长大了 在那一刹那间 这假设可靠吗 根据我们对圣经的认识 如果你还没有理解基督徒生活和信仰的动态 我希望大家认清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生命对你的灵魂的敌人来说 你的生命对你灵魂的敌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 你的教会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这个恶者 他不断要打击他 让他这个组织能够瓦解 如果他能把教会的一个部分打倒 或通过挫折或谴责 使你不能有效地服刑你的呼召 他就已经是完成了他的工作 因此让我们一起把握住 门徒训练不是一周一次的活动 而是一个终生的奋斗 活出作为神孩子的身份 恶者不能把我们一个个都干掉了 但他可能在独行的信徒生活中 造成很多的疑惑痛苦 如果他们没有察觉的话 我相信是会发生 当你独自一个人 想自己的思想 没有跟教会的人接触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受骗 让我们看看一些目标 撒旦可能有什么样的目标 要欺骗我们离开救主耶稣基督呢 第一 我相信撒旦 他希望得到你的关注 虽然这恶者并不在 在每块岩石和每棵树底下 但他狡猾的手段 离我们并不遥远 当我们观察的时候 这恶者知道 他是因为跟我们有很多的接触 一直在引诱 他就认识了我们的一些爱好 喜好 软弱在哪里 他不是全知的 因为他不是神 但是他就用他知道的一些事情下手 感谢主我们的诱惑是可以预防的 通过使用上帝的逃生方式 这就是在我们一直与神保持一个很好的交通 可以一直与神交谈 但我们可以听到神的话 听到神的警惕 耶稣确实在科西玛尼元这样说过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当我们在主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失败 只是保持警惕 我们仍然也会受到考验 但变得当我们学习有警惕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更加的能够看破 这样的一个情景 我现在就给撒旦一直在攻击 那么我们就更加的会努力贴紧主 不让我们动摇 在我们稍后的承诺中 我们将承诺更经常地来祈祷 我希望你会积极地参与 跟神说 我愿意求你帮助我 我要多多祷告 警醒 撒旦第二个要什么呢 他想得到我们的效忠 这不是任何一个基督徒 瞪着眼睛做的事 有些时候我们双眼都是开着的 但我们的灵没有辨别的能力 这是会发生的 撒旦获取我们忠诚的方法 是通过错误的教义 我们相信一些教导 不属于神的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节那里说 现在圣灵明明说 以后有人要偏离正道 专心听从鬼诈的灵和鬼神的教训 这些来自邪灵的教义 是偏离圣经真理的 如果我们接受每一个教导 只是因为他富有耶稣的标签 那么就很危险 人家的口一直提耶稣的名字 不过他教导的事跟圣经不符合的 可是你听到耶稣这里 耶稣那里 你就觉得无碍 反正都是讲耶稣的 你就很容易的会发现自己 因为相信这些错误的教义 与敌人结盟了 我知道许多人可能不会 以这种方式看待着 接受错误教导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效忠指的是忠诚和承诺 当设计到神的话语时 我们要委身 也要对上帝的话表示忠诚 你怎么表示忠诚 如果你连里面讲一些什么 都不是很清楚 使徒保罗谈到了这种对道的忠诚和承诺 他在菲律宾书第二章十六节那里说 紧紧抓住生命的道 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骄傲 我没有白跑 没有白劳 因为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会积极地过着一个 无瑕疵的生活生命 在人的中间发光 好像世上的光那个样子 对上帝赐生命与缘的掌握 你有多强呢 你把它读完了几遍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你读了几遍 在我们后来的承诺中 有一个呼吁 要求我们要对上帝的话的掌握上 有所成长 正是这神的话拯救和改变了我们 让我们把这句话倒过来 我想问你们 将他倒过来说 上帝的话语 对你的束缚 有多强 还是 什么都没有的 我要做 我要做的 不管圣经怎么说 你是否愿意加入诗篇作者的行列 因为他是这样说的 我要默想你的节律 定经在你的路上 我要喜悦你的律法 不忘记你的道 如果你应许恶人在你对神话与基础上 挖墙脚 那么他就会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忠诚度 本应属于上帝的那分量 我们因为不勤劳地看神的话 我们很容易地就会把我们的忠诚给了那恶者 恶者想从上帝那里偷走我们的敬意 马太福音 就有记载着 这魔鬼跟耶稣有一个交谈 他带耶稣到一座很高的山上 把树上所有的国和他们的荣华 都指给耶稣看 他对耶稣说 你若腐败我 这一切我都给你 从古至今 恶者都想得到荣誉 荣耀和奉献 他承诺给耶稣物质的利益 以便从他那里得到赞美 同样的 他也会为我们 对我们做欺骗性的工作 任何承诺给你物质利益的福音 都应该在我们的里面 敲响起警钟 叮叮叮 有东西很危险 这个不是属于神的 你这个灵有没有响 我们需要变得谨慎并拒绝它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 奔向这种福音 因为我们的贪欲 刚刚被激发出来 听这个福音 我们就觉得 哎呀 这么好的消息 真的福音是好消息 因为我在这个物质利益上面 我不会输人 相信耶稣一定成功 当然 恶者会让我们这样的理论 当我们有收获的时候 我们把它奉献给神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这是耶稣的福音吗 祂是来给你今生的物质财富吗 还是祂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和贪婪的魔掌 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了另类的福音 你为成长和成变成成熟 坚定而不可动达的努力 你做了多少 你有没有努力下功夫 如果我们要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走得配得上我们的呼召 并坚持下去 什么都不做 懒得做 不是一个选择 然而我们的经文不仅对信徒的孤独 见证和门徒训练感兴趣 它因此开始 这第一节 这意味着信中前面的材料 直接导致了这种新生活的架构 就是当我们被耶稣呼召成为信靠祂的人的时候 神立起来一个架构 就是祂的教会 这个教会就是神的肢体 祂要在看见我们加入这个身体 维持着基督徒的生活 当时的以福所教会 他们在里面的人口 贸易宗教的那种多样性是非常大的 跟教会里面的这些教徒 一起聚集的时候 他们以前的做 平常的作风就是 我跟你有一定的节气 我跟你same class 所以呢 我就跟你有来往 但是呢 进入教会 我跟你什么class都不是一样的 你是这个class 我是这个class 我们之间常常没有来往的 忽然间 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我要跟你做兄弟姐妹 这样的乡称 这样的对待 怎么做得到呢 不过就是在我们 在这尝试 在一起分担 耶稣的负担 分担成长过程 需要有的一些 夹构 神赐给每一个教徒 他的恩赐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 我们大家有这些恩赐干嘛的 在一节跟好像是十几节那里 这里说 要用爱心互相宽容 以和平彼此联系 借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 用爱心说诚实话 各方面向着基督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人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一个真正与主合一的身体 被神自己彻底渗透的身体 还需要人家提醒 就是因为能分裂我们的因素可多了 我们看不顺眼的 几率是很高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不一样 每个人都是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亲戚关系的 一起在一起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 跟自己说 被提醒 这些是家人 不是外人 这些是神 以他的宝血 领养回来的孩子 每个都宝贝 第二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因为 有时候因为恩赐有很多 特别是哥林多教会 当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时 因为恩赐很多 有很多竞争 我要让你看我的恩赐 比你的还管用 比你的更有权威 那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时候就会有争夺 这个地盘也有的 这个我一向来在做 你是新人 为什么要让你做 我不是做得好好的 你把我的名字拉下来 我就不高兴 你把我的名字漏掉 我也不高兴 就是这些 让我们能够分歧的 这些因素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更加更加需要 在耶稣给我们的这些恩赐里面 把它献上给神说 由我进来的这个成分 我要参与在里面 要在里面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合作 让神的这个好 让神的这个福音 能够传到其他人的身上 让他们认识主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 信徒生活中的目的是什么 这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四章十二节那里 对神赐给信徒的恩赐的目的 简单来说 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整体的增加 而被神给予的 所以攀比竞争 评判性的评价 都应排除在外 教会的存在 是为了把我们所有人 培养成基督的样式 如果你选择远离教会 和存在的关怀小组 你就会错过这种训练 教会是训练场来的 你懂吗 正是在内部经历的 讨厌的交流的当中 我们就会 多认识自己的软弱 多看到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恩典 来疲此认罪 神会因着我们这些 不是很愉快的交流的里面 深化我们对基督的爱 比较了解爱是什么 爱是有时候受伤 因为这个人讲话 有一点没有爱心 我被伤害到了 所以这些经历 不是要我们从此以后 不要来了 不踏进这个教会 而是怎么样呢 深化我们对自己软弱的了解 我要我跟上帝 为我舍命 他拯救我脱离罪恶 我这个罪恶还在呢 我还没有成长 我们不要 不必看得很远 就可以看到分歧 是多么可怕的事 这个教皇呢 他最后的几句话 他这样说 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而教会虽然有种种缺陷 但确实是他的身体 如果你想继续跟随 那道路真理和生命 你就必须留在他的身体里面 留在他的教会 委身于他的健康 委身于他的成长 教会就是教室 一个客室 你是否愿意承诺 留在这个客室里面 说我在性格 品格方面的锻炼 我要在这里锻炼 愿意在这里 愿神帮助我们 能够在年初的时候 已经尾身了 主啊 我的成长要在这里 我要参与在这里的增长 我要在这里 活生生地活出你的福音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软弱 我们在你面前承认 除非你的圣灵 特别地运行在我们当中 我们是不会怎么样来委身 在这教会的里面 在这教会的里面 一起与弟兄姐妹成长 一起学习 求主帮助我们 在接下来要承诺的 这些事宜上面 全心全意地来回应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一站立